临近35岁,我在不断的反思及突破中 接触了不少身心灵的机会 但其中非常触碰我内心深处的事 就是当年我的婚礼 我结婚当天有太多的不如意 使到后来从朋友口中听到 不堪路耳的评价 我深信信力法则及宇宙法则 或许就是当天的不尽人意 成就了我接触婚礼主持人的契机 还记得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原以为又是一个失眠宴 但是一个视频深深地吸引了我 视频中的主持人有着自信甜美的笑容 他那认真又努力的破例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MC May 所谓师父领进门,修行再个人 在三个月线上线下的课程里 MC May不辞劳苦,呕心力学的栽培及辅导我们 让我更坚定当下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婚宴主持人 一个有高度,有深度的主持人 至于让我希望的是 在我手上的每一对新人都有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婚典礼 而我的使命就是用语言及声音 来为他们在现场把关 做到尽善尽美